公元前74年 正当汉王朝在霍光的领导下 慢慢走上正轨之时 年仅22岁的汉昭帝突然加崩 因为没有儿子 刚刚开始恢复的汉王朝 又将迎来一场皇位继承的腥风血雨 65岁的霍光将如何应对这场天大的危机呢 系列节目《权力家族》 华东政法大学丁灵华教授 将为您讲述西汉霍氏第五集 皇位继承危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集我们讲到 霍光在辅佐汉昭帝的十四年间 制定了正确的内外政策 果断平定叛乱 使西汉王朝逐步从汉武帝留下的 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中恢复过来 文景之志的曙光即将重现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一场新的王朝危机又到来了 原平原年 即公元前七十四年夏天 汉昭帝因病去世 年仅二十二岁 无子绝后 新皇帝的人选 最初群臣都认为汉武帝 唯一活着的第四个儿子 封帝在扬州的广陵王刘旭 比较合适 但霍光知道 汉武帝生前就不喜欢 这个行为荒诞 好苍乐意犹 动作无法度的儿子 但苦于找不到合法的理由 排除刘旭的继承 这时 有一个郎官上述说 当年周太王补公胆赐 废长子太博 立三子鸡仓为文王 周文王 舍弃长子不依考 立赤子鸡发为武王 为在所宜 虽废长立少可以 广陵王不可以成宗庙 这就给了不读书的霍光 一个废长立少的合法的理由 于是 一面提拔这个聪明的郎官 为九江太守 一面将这封上书 给大臣们阅览 力排众议 盈利汉武帝的孙子 昌义王刘鹤 继皇帝位 当时汉武帝的孙子 有八个 为什么偏偏选中 这个刘鹤呢 因为其余七个 都是谋反自杀的燕王刘弹 以及广陵王刘旭的儿子 都不能立 而刘鹤是已病死的武帝第五子 昌义哀亡刘伯的儿子 刘伯又是汉武帝 一生最宠爱的李夫人 唯一的儿子 李夫人本是武女出身 因曼庙的武姿 受武帝宠幸而生留伯 而霍光理解汉武帝 对李夫人的感情 在汉武帝去世后 唯独将李夫人的牌位 配享于武帝的灵庙 并追封李夫人为孝武皇后 由于陈阿娇和魏子夫都是被废的皇后 这样李夫人就成为武帝死后唯一 和武帝一起享受后代祭祀的合法的皇后 出于这样一些原因 霍光认为 以昌义王刘鹤继承皇位 是最为合适的 当然 私心之下 霍光大概也认为 刘鹤对自己追封其祖母为皇后 一定是感激的 将来军臣关系也比较好相处 想不到这样一个看似合理的决策 结果引出一场更大的危机 昌义在今天的山东合泽市 聚也陷难 聚长安有千里之遥 国不可一日无君 霍光派使者 赴昌义火速迎接刘鹤到京 主持汉昌帝商事 刘鹤此时17岁 继承昌义王爵位时 年仅三岁 已经当了十多年的昌义王 从小没有受到管教 司马光知智通鉴评价他是 在国术放纵 动作无节 是一个只知道游玩打猎 不知道轻重缓急的 顽固子弟 手下的忠诚 王吉和公税 一直苦苦劝他要读书 要守规矩 不要贵为诸侯王 举止 却连一个庶民都不如 他当时答应 并奖励手下 过后一切造就 朝廷使者 下半夜 鸡鸣时分 赶到昌义 吹着刘鹤 马上简装出发 刘鹤 却拖拖拉拉 一直到中午 足足带了一支 三百多人的队伍 才开拔 使者吹着 从日中到捕食 不到四个小时 走了一百三十五里地 到定逃 一路上 类似好多匹马 坐骑不够 在公税的劝说下 总算退回去五十多人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骑士是救了 这五十多人的性命 死后一路上 十则 心急火燎 刘鹤 轻松玩乐 没有一点 悲伤着急的样子 一路购买土特产 到了靠近长安的洪农 居然让奴仆 偷偷带了一个女子 藏在马车里 幸好被手下中臣 公税发现 赶了出去 才没有酿成大祸 到了长安郊区的坝上 朝廷的管理仪的大洪炉 到来迎接 领着到了长安的外城门 东都门 公税对刘鹤说 按照礼仪 望见国都 你应该哭啦 刘鹤说 我嗓子痛 没法哭 到了内城门 又让刘鹤哭 刘鹤说 这不还是城门吗 我哭不出来 一直到卫央公门 没有理由再推脱了 才按照礼仪哭起来 根据班固汉书的记载 刘鹤在《复经图》中的所作所为十分荒唐 霍光对于刘鹤的一举一动也是一清二楚 然而刘鹤是霍光之前力推的人选 并且国不可一日无君 如今已是箭在弦上 于是刘鹤很快便接受皇帝的遇袭 登基当了皇帝 霍光本指望刘鹤当上皇帝能收敛一点 却不料刘鹤当了皇帝以后 行为更加荒唐 那么面对这样的局面 霍光接下来又会有怎样惊人的举动呢 刘鹤当了皇帝更加荒唐 昭帝的灵鹤还在前殿停放 居然打开朝廷乐府的乐器库 让带来的一帮仓议乐人到殿内接鼓唱歌 还将昭帝国的官吏 奴婢二百多人领到皇宫禁区内 戏耍胡闹 送昭帝的灵鹤路障归来 就召集宗庙的乐人 在上陵院池弹唱歌舞 没有丝毫悲哀之心 还和首相去偷吃 既使用的酒和猪牛羊三生 最不可容忍的是 继位才二十七天 就和昭帝的宫女淫乱 并且威胁负责后宫的夜庭令 如泄漏就腰斩 同时刘鹤将昌义清朝而出带来的几百手下 全都升了官 其用意在于以自己的亲信 排挤以霍光为首的朝廷官吏 甚至手下有人劝刘鹤 早日除掉霍光 以把持朝政 霍光对刘鹤的荒唐 忧心忡忡 同时也感觉到了 刘鹤夺权的威胁 于是与清姓田延年商量 田延年坚决主张废掉刘鹤 另选贤人继承地位 霍光没读过多少书 就问历史上有这种事吗 田延年回答 商朝的宰相伊颖 就成流放昏庸的国王太甲 以安定天下 于是第二天 霍光向各位大臣宣布 要废除皇帝 群臣震撼 田延年手握剑柄 在一旁虎视眈眈 没有人敢说一个不治 于是霍光以众大臣的名义 写了一封咒书给皇太后 十五岁的皇太后 是霍光的外孙女 当然是唯一外公霍光之言识听 当天荒唐的刘鹤 忍在外面游玩 万万想不到 出去时是皇帝 回来时天下已经没有了 结果刘鹤孤生一人 被押解回昌义 并被剥夺爵位 贬为庶民 随从的二百多人 除劝过刘鹤的公岁和王阳 两人被处五年徒刑外 其余都被处以死刑 零行时高呼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抱怨刘鹤 没有听他们的劝告 早日除掉霍光 刘鹤临走前 霍光送行 流着泪 对刘鹤说 王是自绝于天 曾宁可辜负王 不敢辜负设计 愿王今后能自爱 我不能在王身边伺候 刘鹤的皇帝当了一个月左右 还没来得及另立年号 历史纪元表中 连个痕践也没有留下来 后来汉宣帝继位十年后 仍然不放心刘鹤 这个潜在的威胁 汉宣帝没有见过刘鹤 就派昌义所在地的 三阳郡太守张场去看看 张场回来说 这个刘鹤现在二十六七岁 黑皮肤 小眼睛 鼻子尖而无肉 这个在古代是所谓 没有福气的面相 胡子很少 高个子 脚有病 行走不便 十六个老婆 二十二个子女 观察她的严形举止 就像个白痴 哪个侄女是哪个老婆生的 都搞不清楚 现在看来 很可能是张场 为了保护刘鹤 而故意这样说 汉宣帝听了汇报 这才放心 反而提高了刘鹤的生活待遇 将她迁到义章 也就今天的南昌 封了个海昏侯 海是广大 昏是昏溃 海昏侯就是急昏溃的猎猴 比原先的昌义王降了一级 这几年 在南昌市新建区 大唐平乡发掘的 西汉海昏侯墓地 从随身携带的印章 证明就是刘鹤 刘鹤死时才三十多岁 之后由他的两个儿子 刘冲国刘凤青 先后季风 奇怪的是封一个就死一个 大臣们说这是天灭海昏 连汉宣帝都不敢再封了 一直到汉原帝时 才重新封刘鹤的儿子 刘代宗为海昏侯 延续到东汉 刘鹤被霍光力排 众议推上皇位 可仅仅当了27天皇帝 又被霍光给废出 于是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短暂的 没有皇帝 又缺乏继承人选的尴尬局面 现在皇位空缺 帝国的头等大使 是尽快确立皇位继承者 那么接下来 还有谁符合成绩大统的条件呢 系列节目权力家族 华东政法大学丁灵华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西汉霍氏第五集 皇位继承危机 霍光超有新皇帝的决定权 但就是找不到候选人 新皇帝必须是汉武帝的子孙 可是刘弗令没有子嗣 刘鹤立了又废了 其他武帝活着的皇子皇孙 虽有血统之格 却没有道德之格 这个新皇帝到底去哪里找呢 霍光和大臣们商议来商议去 无法决断 这时有一个光禄大夫 秉急上述说 汉武帝近亲中 还有一个在民间的曾孙刘病乙 记录在宫中夜庭的皇族登记册上 仰在民间 他小时候我见过他 现在应该有十八九岁 读过书 据说行为举止都很安分得体 你们看看是否能成绩大统 魏太子刘炬和夫人史良帝 儿子史皇孙刘靖 儿媳王夫人 在胡县同时遇害时 身边有一个王夫人 刚生下两个月的男婴 被士兵带到长安 放在其中一个当时专门关押 污谷案犯人的监狱中 秉急当时官为庭位监 正好受命管理这个称郡抵御的监狱 秉急很同情魏太子全家的遭遇 派了两个比较谨慎厚道的女犯人 一个叫郭真青 一个叫胡祖的担当保姆 轮流照顾这个魏太子全家唯一活下来的婴儿 私下以自己工资贴补他的生活用品和营养药品 这样在监狱中度过四年 到汉武帝生命的最后一年 武帝生病 宫中的术士 称长安的监狱中有天子气 对皇帝不利 所以武帝才会生病 于是汉武帝命令将长安各监狱中的犯人 不管罪行轻重 一律杀光 死者到中都官遭遇 这是关押皇帝亲自关注的案件中 相关犯人的监狱 将犯人都杀了 死者又连夜赶到秉急的郡抵御 秉急紧闭监狱门 说黄真生在这里 我不能让你们进来 这样一直抵抗到天亮 死者无法 只好进宫汇报 这时武帝也醒悟了 说这是天意 于是宣布大事 整个郡抵御的犯人 包括四岁的黄真孙 因为秉急得以保全性命 并被释放 汉书赞叹秉急此举 恩吉四孩 黄真孙被释放 秉急将其送到其祖母 也就是为太子夫人 死粮地的山东老家 交给其家人抚养 黄真孙在狱中 曾经几次得大病 差点死去 秉急和保姆 全力照顾 才得以脱险 因此取名留病已 就是病已经都过去了的意思 讨个吉利 如同获取病的名字 是一个意思 就像今天农村孩子 小名仍然有叫狗鱼子 狗肾的一样 这时 汉武帝一方面病重 一方面不好意思见这个可怜的真身 但丰富叶庭令 将刘病已登陆在黄色名册上 这个叶庭令 就是汉武帝是著名的酷吏 张汤的长子张鹤 张鹤同情留病已 极为关心 等他长大后 用自己的钱 为他请老师交诗经 成年后 又操办他的婚事 将自己手下主管 宫廷兰访的小官 报社社夫徐广汉的女儿 许平均 嫁给他 聘礼都是张鹤 自班 许平均 就是后来的许皇后 所以当皇帝前 刘病已的生活来源 主要依靠祖母家死侍 和岳父许广汉 这样看来 光禄大夫秉急推荐的 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 似乎最符合霍光寻找的 皇帝候选人的标准 既有血统资格 又有道德资格 可是对于这位流落民间的皇室后裔 当了14年首席辅政大臣的霍光 不可能不知晓 那么霍光为什么会把刘病已给遗忘了 在国家皇位继承人空缺的紧要关头 霍光又会做出怎样的决断 系列节目《权力家族》 华东政法大学丁灵华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西汉霍氏第五集 皇位继承危机 霍光当了14年的首席辅政大臣 当然知道这个皇曾孙的存在 但因为哥哥的死 导致的对魏家的冷漠 一直对这个皇曾孙视若无睹 现在看到秉急的上述 想想自己几十年来 虽然与魏家疏远 但并没有做过对不起魏家的事情 霍光毕竟是设大体的 在无可选择之下 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于是汉昭帝死后三个月 公元前74年7月 在民间长大的 18岁的刘病 正式登基当了皇帝 原来的名字太吐气了 就改为刘荀 这就是汉代历史上著名的汉宣帝 汉宣帝虽然只比汉昭帝小了四岁 但论辈分 汉昭帝是他的叔祖父 是祖孙关系 因此15岁的汉昭帝上官皇后 就被尊为太皇太后 成了18岁的汉宣帝的祖母 这也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奇观之一 汉宣帝流行的继位 让魏家重新成为权力视野的焦点 他继位后下令改葬魏子夫 追视他为师后 魏子夫因此又称为孝武魏师后 夏赵为祖父魏太子留居平凡 追视为立太子 这个嗜好很有意思 立是罪过 也就是有罪的太子 既恢复了留居的太子名分 又照顾到汉武帝的面子 此外 先前受到珠连遇害的魏家 租人也都得到平凡昭雪 天道轮回 因果循环 历史真是一个奇妙的万花筒 在霍家与魏家疏远四十多年后 历史又将魏霍两家拉在了一起 真是扯不断 理还乱 霍光废刘鹤立刘荀 成了封建中央集权以来 大臣废处皇帝的第一人 这是霍光和他的家族权势鼎盛的巅峰 但也隐藏着深深的危机 霍光随便废立皇帝 不管用的是什么理由 都是以下犯上 以悲灵尊 在专制时代 大臣侵犯皇权 都没有好下场 不知道一向稳重谨慎的霍光行事之前 有没有想到过 这条权力规则 大概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 无奈选择吧 那么在汉宣帝时代 65岁的霍光 将在生命的最后六年中 如何处理军臣关系呢 霍氏家族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请看下节 公元前74年 霍光废掉刘鹤 盈利魏家遗孤 刘荀继承皇位 史称汉宣帝 这位在民间长大的皇帝 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 他为什么对帮助他登上皇位的霍光 心生忌惮 权势熏天的霍氏家族 最终的命运又将如何 下期将为您讲述第六集 汉宣帝的心病 我没有讲述的心病 帮助我 运助我